大家好,歡迎回來這隻Gundam Online 今次我就想嘗試用一些比較新手大家都會看到的機體 去打一場座場給大家看 什麼叫座場呢? 就是這個中座級 少座級至大座級的一個階級的一個場 好 先看看有什麼機體 這三個機體大家都會見過 你一開帳戶就會見到紅軍那邊 紅色那邊、照護軍那邊 就這隻的格魯古古 格魯古古馬沙專用 然後這個渣古 渣古S型 渣古2S型 還有這隻支援兵 我就叫它小黃人 因為它黃色 就是用來補血的 我們先看看它有什麼武器 好,我自己喜歡用這個H型 因為它有一個350的紅洛 它的距離都會長一點 所以我就選擇它 Reload、威力和射程 用D式的格鬥 D式的格鬥 大炮就沒什麼特別 沒什麼特別要解釋 因為大炮其實很難命中 真的要高級一點 即是強一點的人 預算位置才行 所以這裡我就不多作解釋 第二隻都是一樣的H型 還有D格鬥 大炮也是用正常普通的 就沒有裝插件的 什麼插件都不裝了 然後呢 這個渣古2S型 就是三點式的MF 這個實彈 BB彈 這把就是T式的格鬥 這個就是手榴彈 手榴彈 基本上都是啦 很少可以用到手榴彈的 所以呢 我們用這個大炮 OK 我自己喜歡就是升 現在馬上升給大家看 還有因為它是新手機的關係 所以它是一組定定你50L的 OK 威靈我就不是很喜歡升的威靈 我喜歡升Reload多一點 對了 就55L 100的時間 它再次出的時間就是100 譬如你死了之後 你想再出就等100秒 好 接著到這隻的支援兵小王人 小王人的話 其實我就比較上 會用這個港蜜型的雷達 因為它的範圍會比較大一點 但相對來說 它的持續時間也會比較少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補級塔 這個用來補子彈 譬如有其他機體想補彈放在這裡 它一過去它就會補彈 很簡單 這個醫療槍 我用這個L型 主要原因就是它80飛彈 然後有330回復力 基本上其實 感覺上其實這一把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用這個Hawk 但是那時候升了可能是因為射程比較高一點 OK 大致上我的機體就是這樣 好 我們立即進入座場看看吧 好我們這麼快就來到這個座場了 我先看一下 先確定一下 這裡全部都是座級 座級的人也就是座場 再說一說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有點麻煩 因為這個場 你會看到中間有一個黃色圈 黃色圈那個 就是一個叫做Battle Area的地方 只要你站進去的話 它就會幫你加分 其實作為新手套來說其實都OK 但是 支援機來說 這個圖是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但是如果你是炮機 就是你想主打是戰鬥的話 其實這裡都 很需要一些技巧 現在尤其是OK 因為你只要站進去黃圈 一來你有得加分 二來你那個整體分數 就是你紅藍隊的整體那個 那個氣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戰力的分數 紅藍隊的戰力分數也要不斷減少或者增加 如果你越站得多人在黃圈裡面 那他的分數就會可能減得不太快 相對來說如果對面少人的話 他的戰力就會不斷減少 好 我們來了 首先二話不說立即進入黃圈 不要說那麼多 進黃圈 簡直是這個新手的一物 因為你一開始不懂玩 一進黃圈你會看到有制壓的支援 好 上面你會看到戰力的GEDGE 代表應該是 戰力表 或者戰力的積分 大概是這樣 OK 好 暫時你看到黃圈裡面很少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些人過了去打初動 OK 你看到有敵人立即秒他 好 為什麼用H形 就是因為他的350紅藍非常之軟 對比其他機 350是屬於 真的比較軟 這裡見到一個敵人 立即射他 但是我會讓他走到 不要緊 有時候也要看一看地圖 因為地圖 看一看地圖 哪裡有敵人 防止一些格鬥機體會過來斬你的補給站 因為都很常見 因為要切斷對手的補給的話 其實基本上那個 差距會很大 因為你沒有了支援機的補給 其實 那個戰力無法維持下去 那個持久性低了 那個戰力 差距就會立即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 我自己覺得很細微的東西 都可以改變整個 整個戰鬥的勝利或者輸 勝利或者敗筆 很細微的東西可以讓你改變 我覺得 對 好 立即射他 喂 燒著了 好 先躲一躲 不要說那麼多 先躲一躲 OK 這裡後面有一個 看到嗎 哎呀 躲一躲 可惜 一個流星序遮罩了 糟糕了 可以走了 好 靠著這個格鬥走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一開始 我玩你的遊戲基本上 只是玩支援機 差不多頭十多二十場 我都只是玩支援機 試過三四支支援機 那有什麼用呢 你可能聽說 這麼差勁 有什麼可能三四支支援機 為什麼我會說差勁呢 為什麼人們會覺得差勁呢 就是因為 補給支援兵 只要那個 幫人機體修理 去到200分數 他就不會再升 就是說你頂盡 頂盡也得到200分 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就覺得沒什麼用 基本上你有一支支援機 你就可以拿到200分 現在的我的話 好 喂 突然之間 很激烈 但是其實多支援機的話 也都代表你那個 放雷達的數量也可以增加 因為 喂 炸他 中啊這個 正準 gio 啊啊啊 哇 這個漂亮 走啦 Q型就是這個原因 可以射軟一些 真的發現那些 cev 我老實說 炸他 哎呀 油瘋 其實這個場最主要,我自己覺得最主要一定要有這個防空炮 因為防空炮可以說是這個地圖的一個,立即有了,迫擊炮 防空炮的主要用途就是可以防止這些迫擊炮 因為這個補給站不斷炸,我想炸多兩發就沒有了 那個補給飛機 那個鏡子的持續性又會低了 因為你看到地圖上都沒有什麼支援兵 對,現在只有兩隻支援兵 所以其實很靠那個補給飛機,老實說 好 立即射他,立即紅洛洛洛他 懂不懂,一隻炸他 不要緊 炸鼓,重擊炸鼓這隻 哎呀,各位不靚 哈哈 各位不靚,所以被人打到後期生產型急武 這隻算是一隻挺厲害的角色 好 由於這個走錯位的關鍵,所以我們就已經死了 但是就沒辦法了 好 我們唯有出來幫忙治癒人血 好 先看看 你看到這些人沒什麼血就幫他補 好 就有一個未方修理的分數 只要上到頂200的話 他就不會再加了 你怎麼補都不會再加了 所以其實都... 支援機不可以說很多就有用 除非你本身真的想做這個支援兵 就是用來放雷達 那就真的... 糟糕 被人炸死了 好 除非你真的想... 真的想... 上場仗可以贏 其實雷達很有用 尤其是你看看對面的陣容 有些陣容他擺明是偷機地為主 那他就會... 放雷達的話 其實真的對整場仗有很大的幫助 嗯 好 還是那句 好細微的東西 就可以改變整場仗的命運 可能你覺得這場仗已經輸了 但是其實可能去到一分鐘 去到最後一分鐘 因為指揮官一句說話 突擊某一個基地 可能就足以勝利 所以最後一刻都不可以鬆懈 其實這個遊戲 不過如果你是輕鬆玩 真的輕鬆玩的話就沒問題 但是如果真的有... 有這個... 想上去大將或者少將 準將這些大將場的話 就真的... 嗯... 支援兵 對 如果新手剛剛開始的話 我會比較... 傾向是多用支援機 因為他對保底他有200分 保底200分的話 那個差距其實很大 馬上 哎呀 他失去了 哎呀 走了 好 雖然其實都有點悶 就是你支援其實有點悶 對 因為這一隻支援呢 他那個... 醫血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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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槍呢 那個回復力不夠呢 他保得很慢 對 剛剛也看到呢 有一隻綠色的蟹 那樣的東西 他那隻呢 就是回復力回得超快 好 這個就是差不多 算是最終形態的一個支援機 對 因為他把槍的回復力都很高 可以幫他補一下吧 先幫他補一下吧 但我不夠 撐住啊 OKOK 我們成功救了一個人 FA 不要死啊 OKOK 我先走走 這一隻啦 這一隻呢 這隻呢 就是維修速度極快 他幫你打兩隻呢 他就可以... 他不幫我補一下 看到了 哈哈 啊 這些呢 他就... 打一下 他就可以回幾把 所以其實是很強的一隻 支援兵 對 但是就要抽 這隻要抽 所以不是說很多人有的 OK 我們先放多個雷達 雖然雷達已經被人遮蓋了 OK 我們走了 逼擊炮注意不要炸 OK 好 這個時候我們不如去2 好 OK 這個是三發的BB彈 然後就是這個大炮 看看 那些人應該躲在這裡 對 中了 但是可惜炸不到他出來 他不會走 嘩 好害怕 他把藍迷網出來 好害怕 藍迷網不夠打的 這隻 因為機體差距太大 雖然 雖然很大程度 很大程度上 其實這個遊戲很講技巧 但是如果機體差距真的超大 就很難解決 好 除非本身自己錯過了 否則的話都很難解決 嘩 這隻機這麼大膽 這隻重爆機這麼大膽地向前衝 行不行啊 嘩 嘩 嘩 over 救命啊 哦 那隻 只是看到 嘩 沒有這 只看到閃了一下 對 所以 因為他那個氣的關係 所以 就 剛才你看到他的氣很快溶了 所以 這個就是所謂的機體差距 嘩 下面有人打 難怪不得 看一看地圖 你看到 人們都去到5 還有你看到有核彈出現 這個時候 就 盡量 自己走不開 除非你自己走不開 好 好 這裡來吧 這個是不是敵人 對 這個 沒有人打他 射他 OK 到哪裏 看看地圖先 後面有件 Oh no 糟糕 不要緊 哇 漂亮 這樣也射得中 好 這裡前面不是有核彈嗎 對 這裡前面有核彈 好 射死這個 到這個 到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個 倒了沒有 這裡 有雷達 這裡有雷達 這裡有雷達 嘩 走一走 不夠氣 這裡有雷達 OK 子彈數不多 剛剛射得太多 弄得太快 嘩 不用射中我 嘩 糟糕 糟糕 難怪這裡有隻 看不到 可惜了 我們這次嘗試用格鬥上去片一下人 這裡 但其實你看到他的速度真的很慢 很慢 所以要片到人也是很困難 但我們也儘管試一下 欸 機會來了 飛雲 但可惜不是用格鬥近尾 好 啊 啊 不 欸 機會來了 斬斷了一條血 好 沒關係 這裡有熊 弄死他 砰砰砰 哎呀不敢 不敢 好 別走 淋了淋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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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他做什麼 啊 嘩 但是沒有計 不要緊 這些沒問題 殺到就可以 好 不用怕 嘩 F91 F91太厲害了 因為F91 速度太快 他的子彈還要四連發 所以有點難度 好 但我們即將勝利 打了15分鐘 這個戰力 其實是差不多的 好 藍迷網 OK 完結了這場的 這場的 這場的 大助場 哼 算是 挺好的 因為你看到 一些戰力差距 一會兒可以看看數據 數據方面 紅軍的KD 什麼是KD 就是戰力的維持 就是 對 MX擊破 應該是厲害很多 對 32.7 然後 滯壓也比較高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是有個 有一個 有一個連貫性 我是不是叫連貫性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 MX擊破高 其實他的滯壓高 是正常的 因為只要你 你把對手 一直擊破 對手的機體 一定會害怕 你看到這個情形 那些人 開始退藍色 雷達上面地圖 那些藍軍 開始逐漸減消 自己有其他藍軍 都會不斷退後 所以 一個制壓 一定會低分 據點方面 原來藍軍是比較高 打了很多 對面藍軍 打了這麼多 怎麼數 打了三萬多 OK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 助長 就會是這個狀態 如果是其他場 應該是比較 應該是容易打很多 對 我自己現在的話 就會以大助長 為正常 一個 基本場 對 基本場 大致上 這次給大家看的 新手機 打助長 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請給個讚 以及訂閱頻道 未來也有更多 GUNDAM的影片 還有我也有開工會 如果有興趣可以留一個名字 我就會加你進去 下次再見 拜拜